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日总结,我是Vicky和榮文 这一节邀请来Stanley和我们聊天 Stanley,你好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 跌了不够1点,报3291点 湖深300升22点,报4096点 深正成分指数,升24点,报11163点 创意板指数,升7点,报1848点 恒指方面,今日做可安升106点,报31541点 国企指数,升35点,报12719点 大市成交有1107亿 Stanley,今天看到港股的走势,都比较反复 国企指数,才跌300多点,下午之后突然升超过100点 又再上回到31500点的水平 在外围这么多因素的影响之下 港股还有今天的表现,算不算惊喜呢? 少少,今天来计算,其实你可以说和昨天的时间比较 差不多的,因为昨天出现了什么状况 可能是早上的时间,都是跟随我围有显著的回调 但是在中午打后的时间,你就看到恒指本身 又好像越做越好 今天特别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你会见到的现象,大市的气氛 大家都说好像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为什么市场好像又升后多一点 现在埋单计算的话,都是升至过百点 最主要都是归功于,第一,腾讯 和平保的业绩,大家对业绩的憧憬 因为腾讯不是说今天那么强,之前都是比较强 还有就是说,大家对于迷钱那边的忧虑 可能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减减,放松了一点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有少少不同 我想暂时来计算,整个大市本身的情况 都还可以说不是太过明朗 其实某日战,现在你看回头,似乎都是等消息 因为市场就传到,可能特朗普要求 就是说,中国的贸易贸赤那边减少1000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不小的 而且就是说,如果这样计算 就是意味着之前的时间,他想说 纯粹叫做一些钢材的关税那边 应该是远远都不够这条数字的 就是说,他会有很多的措施,很多的政策 可能会弄出来,对这个市场来说其实是有一点的不利的 因为变数上是会多了很多 但是问题是,大家暂时没有,我很担心 大家看得OK一点,反而是公司业绩那些的表现 所以反而你说关键就是,我想是下个星期比较关键一点 因为下个星期的时间,第一,有些公司的业绩 就是排队了,信远是星期一的,平补星期二的 星期三就是腾讯,然后排队会出这个业绩 业绩的好,都会对于市场的气氛会有些比较大的影响 除此以外,就是在2021日的时间,就是联署局的议息会议 究竟你说,这次鲍威尔有什么动作会做呢? 色调加紧的了,但有什么言论,大家都会比较顺利,消莫二代 当然最终最终就是说,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这个真是,比较难触摸的,就是说,究竟他几时会出招 以及,我想是经过什么情况出招呢?在Twitter打个东西 还是正式向外宣布,做一些模擬战的东西,你都真的不知道 所以其实市场现在,虽然好像今天就做得是OK 而且你看到,如果大家相信线位的话,50天线 都有些比较大的支持 但是后市方面,我仍然都觉得就是说,我仍然处于一个 比较拉脚的状态 下面的底,你看到31000好像有支持率度是不差的,OK的 但是相反,上面的3800这位置有些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暂时的市场,似乎都是还行拉脚的格局多 看着外围的情况,如何影响了 没错 好,接着来,我们首先讲一下腾讯 刚才都说到,今天他都带领着恒指升了不少上来 今天再创一个月新高,曾经他都见到470元 下个星期三,刚才都说到会放榜 没错 很多大行都估计去年那个顺利,安年升了3.8至5.2 而大部份的评价都是买入,甚至是跑赢大士 虽然现在腾讯那么贵,468.6元 是不是都可以买呢? 先讲到我业绩的预测 我自己,预计腾讯的业绩至少升5成以上 这是我的预测,因为为什么呢? 理论业务上的发展,我可以说他的手套方面的业务 大家就真的不要有太大的憧憬 因为按道理,他叫王仔维瑶的游戏 之前很流行的游戏,我相信增速有机会放慢 但取而代之,大家可能之前说的那只 叫做什么《绝地球生》那只游戏 反而来一转,就好像不太多人玩 所以反而来手套那边有些暗用 这些解释,大家仍然当它是一只手套游戏的话 这方面,我觉得是会有机会令大家有些失望 但问题是,一番期待的时间 其实腾讯,投资了很多不同的公司的业务 大家熟悉一点的就是这个 粤文,中安这些,和这个叫液音这些 就是他们分线上市 所以他的投资收益方面,很不错的回报 这个数据是难去估计的 但问题是,这边的数额,我觉得是会很不错的 因为流资很多的公司,似乎那些回报 都可以说是获利满风,是很厉害的 还有因为,我一直都说 现在的腾讯去到某个地步,就是说 你没了它不行 因为你叫人们现在不用微信行不行 都应该是几难度高的事 还有在往后的时间 你说现在很多大行,开始就开始 这次就将腾讯和大数个有big data AI这些,开始扯上关系 就是推介原因之一 都说这方面的发展有些比较好的表现 这个我跟大家说了很多次 就是由我那时候推介腾讯开始 都要讲这些原因 所以你说,腾讯股价再创新高 甚至乎突破之前的高位,我又不意外 我经常都说,腾讯是不会认识目标价的 就是有它 但是问题是,有货的就先保持住 不过就,没有货是有点尴尬的 就是没有货,好像我现在想加住 都不知什么位置才能加得到 最惨的,它又真的不跌 所以,有一些黑心点说 希望它回到业绩之后 是肯定回一回 到时大家,当然看看业绩出来的情况是怎样 假设,不是出来很差 再计再计 但问题是,如果真的有股价之后的时间 有机会真的,可能你说不要下去420 420应该真的有机会很难 440以下这些位置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开始再部署先 那几次呢,分资去买 但是看到这些大行都估计它去到500元 是 会不会说业绩出来之后好的 真的有机会可能三个月之内又上去 你很难计算几个月可能到那些位置 但是你只可以说 现在其实不单单是腾讯 大家都知道我有少少研究 也跟开美股的行情 其实美股的Lasdaq 和很多美股的科技类板块 是不差的 这几天的时间 你看到好像道指又不是很争气 都穿得比较糟 但是,如果大家看开外资 我都知道 我常常说道指 为何道指会差呢 最主要是波音不行 就是权重的波音被拖下去 但是相反看很多科技类的股份 其实比较好的 Lasdaq昨天也是跌 但是看到很多大家熟悉的股份 其实都是升的 都反映了整个科技的热潮 或者科技板块 不是那么差 没错 估计是贵的 但问题是 开始有个现象就是 好像刚刚腾讯为例 就是说你不可以不用它 所以这个优势 我会觉得 之后仍然会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你说上年的时间 强者越强 今年我都会是 就是你预计 这些股份 只要它的业势出来 不是让大家有很大的落差 那应该就 问题不大 所以有货的话 握住它 还有大家都可以考虑 在这个价格中追进去 追进去 但这个价格追 我都有想过这个情况 但有一次 真的没有 如果你预期追进去 倒不如先来业势 如果假设业势 即是出来的 追货也不怕 但最怕是 万一突然之间 那些业势 好像刚刚提及到 可能手楼方面 那边做得比较差的时候 大家可能有些借口 可能你说沽货 可能会搞一些震荡 所以现在 如果假设有货 重新重新多次 有货的话 握住它 没有货的 你看一下 你说这几天的时间 有没有机会 真的下到大概440 这些位置的时候 才再部署 好啊 我们也看看另一只 另一只蓝袖股 就是平保 今天也是撑起大市的 平保也公布了 旗下两间自公司的保费收入 按年增长1.9% 令到它今天都涨了上来 涨了3% 曾经还去到89.3% 其实大家都一样 都在衷景着它的业绩 在这段时间 对 没错 那平保是否有机会再衝破90元 90元就不难 你现在都欠一个几毫 其实要破这个位置就真的不难 这个问题是 大家都是很想买 买入车去买 但你说平保今天 真的似乎 真的没有 升高的变化都弹得太快了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希望82流下都可以抠一抠 但还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是之前见过一阵之后 就没再见过了 之后真的没什么回过 因为平保也有很多概念 如果回到新公布出来的数字 1.9% 我也是 那个新业务价值1.9% 那个出来的保费收入 1.9% 我收货 我觉得是不差的 而且始终它比较多 是一些分拆的概念 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 平保的走势 我相信都会比较偏强些 但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有少少回套 因为业绩 我可能预计 都是会不差的 甚至乎你可以说 看看它有没有分拆一些消息 如果这方面的消息 比较实际些 我觉得它有估计再充高 你说它大概是前高位的位置 都不出奇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大家只要记住 100元的平保 我觉得是粗毛的目标价 大家可以先认回这个位置 参考的水平 但现在有货的 就先考虑一下 至于没有货的 就像我们这些没有货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 我可能真的再回去 回回一些 84楼下 82至84分左右 这些位置的时间 再考虑一下 再部署一下 再买买 可以不用这么心急 现在的事况 我始终觉得 不要太心急 都是看这些事情 因为始终我相信 美国的情况 真的比较难去捉摸 这个是真的 好啊 另外我们也说一下 创科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过一些 不担心贸易战的爆发 其实这几天 创科都受着它的影响 今天又再跌3% 创科其实之前的业绩都挺好的 全年就赚了1成5 多赚1成5 再加上大和也表示 对创科的前景其实是乐观的 认为创科电动工业业务 是未见放缓 更加升它的目标价 去到60元 所以其实前景来说 创科撇除了贸易战的因素 其实是不是都是好的呢 如果撇除了的话 这些位置卖得过 因为它的业绩是真的OK的 甚至乎你可以说 公司的毛利率 依然有一个比较提升的空间 这个见到是OK的 为什么要出现这个状况呢 因为最主要是创科本身 它的R&D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也可以说 保持着新的产品在推出市场 所以它的毛利率 可以这样不断升上去 最主要都是这个因素 但是问题是很可惜的地方 你真的不可以不管某些钱 对于它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因为现在的创科 你可以说有七成的业务 都是要销售到美国那边 如果假设 假设 在这个位置里面 可能对于它的产品 增加一些关税的话 那些影响真的可以说是可大可小 所以其实今次有些可惜的 创科的业绩 按道理 值得去是有比较好的表现 但问题是 战这一下 令大家对于去的前景 都真的有些担心 因为这个假设 在市场里面 是七成 佔比七成那么多 突然之间 真的可能 因为感而离去的销售 出现一些问题 是很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变了变相 就是说 如果你有货 大家都要 行论这个情况 没有货 究竟有什么位置 可以先考虑 暂时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因为最主要就视乎 就是说 某些市场有没有一些消息 是真的跟他有事 如果假设 假设 假设 是真的没有这个消息的话 其实我觉得 严格追都可以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到之后的时间 你发现到 是真的有一些政策措施 是真的针对着 可能有这些类的产品的话 那就真的无论 因为其实这些的情况 都真的 影响的冲击 真的有多大呢 真的算不到 暂时算不到 而且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也没有什么消息出来 变了很多的变数 现在笼罩着这个创科的情况 所以虽然这些都是很鼓励的 你问我的话 都是很鼓励的 但问题是 现在这些位置 真的不建议大家搏分担住 但其实我看到有个大行报告 他就说 如果贸易战一发生 他的商品价格 其实会下跌 所以对于他的评级 就是沽售 所以是否应该先要部署定 我想他那个 因为那个报告应该是瑞银的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都是比较多的业务在美国那边 还有就是说 如果本身有关税的话 变成竞争力是会低了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没有 如果假设以违战的情况之下 特朗普真的暂时不建议大家考虑 不过就看看这个事态的发展是如何 如果假设之后 真的可以说是风平浪静 无惊无险的话 到时再后也未遲 好 谢谢Stanley的分析 同意申报 有没有持有上述提供股份 持有腾讯的 好 这节目就差不多 和Stanley就聊到这里 到